即将出现禁烟世代的2022年烟炒制品和西烟管控法案 印发各界争议 香烟零售商和相关行会就认为 这项法案影响他们的生计 可是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只听取了特定群体的意见 所以要求当局全面征询零售商的意见 考量商家的心声 马兴开为财业联署为苏校的会员 大多数都是靠售卖香烟赚取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 如果禁烟法案落实 政府反复就动我们的生计 同时却对于试验的成就 担心禁烟法令固止射逼 助长不震荡的方向与继续增长 我们就请卫生部 吸取过去多项法令和条例时的教训 应尽可能听取民众企业商贩的看法和建议 不仓促为了证据和落实禁烟法案 这些组织今天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 他们没有反对政府禁烟的立场 毕竟这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安全 他们也提醒当局必须厘清法案细节 包括销售香烟管道 取缔方式 刑罚等等 不要仓促落实禁烟令 马兴咖啡茶叶联合总会也建议政府 从教育着手加强宣导禁烟信息 他们也敦促政府认真看待撕烟问题 而不是一意孤行打击商家 否则这项法令将会引起严重的反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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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